天王扫方圆跟比自己大22年的郭富城结婚不到两年 已经为对方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Chantelle和Charlotte 早前有传郭富城为了讨好年迈的母亲 会花上百万港币 众想方圆为他生儿子 不过传言得到了郭天王本人的否认 原本曾经表示想生五个孩子的他 后来改口把标准降到四个 到了现在甚至闭口不谈想生多少个 只表示暂时没有再生育的计划 另一方面网红出身的方圆 也趁着身体不用执行任务而恢复美好身材 除了美美的透过Vlog教网友如何化妆 如何穿衣甚至如何插花之外 另一方面也抓紧机会恢复本职工作 在元旦日到内地出席剪彩活动 之后化妆师在微博晒出方圆超低胸的 穿着宫廷晚装的时尚大片 完全看不出方圆已经是两名孩子的母亲 自从跟郭富城建立了关系 方圆从一个普通网红摇身一变 成为万众注目的天王嫂 尽快撕掉网红的标签 生孩子然后带孩子 这些似乎都是大家认定了他要做的事情 但是经过这几年时间已经证明了 郭富城并没有强制要求方圆不许这个不许那个 做天王嫂也可以继续当网红当模特 生完孩子也可以继续秀性感 就在方圆出发前往内地当天 郭富城前一晚还参加了湖南台的跨年演出 如果按照外界的刻板印象 那么重要的日子老公不在家 老婆不是更应该乖乖待在家里带孩子的吗 可是并没有 没有传说中的男尊女卑 也没有谁谁谁要把谁谁谁变成生子机器 一切都是互相尊重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